旅居悉尼二十余载,游遍几十个欧美国家,悉尼总是有种家的感觉。 它有着气势磅礴的大海,柔软细腻的沙滩,秀丽的海港孕育着新鲜丰富的食材。 配上当地精心酿造的美酒,在悉尼可以尽享一流的美食。 同时,富有艺术感的老建筑与靓丽的玻璃木墙大厦,混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天际线, 蕴藏着诉说不尽的老故事,以及即将发生的新鲜事。 就让我们来一起体验悉尼,一个有着说不完故事的地方。 今天我们坐轮渡去曼丽海滩,当然你也可以开车前往, 不过要在那里找到停车位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此采用轮渡出行就是最方便的, 而且还可以尽情享受海港内无与伦比的美丽风光。 悉尼港两侧的悉尼歌剧院和悉尼海港大桥, 在蓝天白云和清澈的海水映秤下, 展现出最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景。 悉尼海港大桥,外号大衣架, 是悉尼不可多得的地标建筑之一, 是澳大利亚的骄傲。 它于1932年3月19日开通运行, 比旧金山金门大桥运行时间还早了五年。 有一首歌叫做《我把我的心留在了旧金山》, 倘若你来到悉尼,悉尼定会把你的心留下。 悉尼歌剧院不仅是悉尼艺术文化的殿堂, 更是悉尼的魂魄。 无论徒步缓行或是出海遨游, 悉尼歌剧院随时为游客展现各种迷人的风采。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丹尼森堡, 既被称为Pinchgat Island, 是悉尼的历史地标建筑。 丹尼森堡是一座岩壁陡峭的岛屿, 是备受当地部落青睐的垂吊地点。 岛上的马特洛炮塔用了9000吨沙岩建成, 于1857年完工。 该岛于1862年以当时总督威廉·丹尼森爵士之名, 被重新命名为丹尼森堡。 马特洛炮塔是澳大利亚绝无仅有的炮塔, 丹尼森堡于1992年成为悉尼海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如今,丹尼森堡作为海港导航设施, 配有自动燕巢仪、雾灯、灯塔、导航直向标, 且设有一座现代博物馆和餐厅。 目前,该岛正在重新装修, 等再开放时我们会做一集专辑。 现在,我简单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1942年底至6月初, 日本潜艇潜入悉尼港。 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战争, 地点就在丹尼森堡岛附近, 其中一艘日本潜艇被击沉。 第二个故事就比较传奇了, 1900年10月的一个晚上, 一位年轻的英国海军军官查尔斯·莱特勒 带了两名水手从中立湾划船来到了丹尼森堡。 从地图上看, 中立湾到丹尼森堡约8到9公里, 在这样的海面上滑行如此远的距离, 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可是到不了的。 他们上岛却想搞个恶作剧, 放了个乌龙炮, 正遂炮台上几块窗户的玻璃。 事后, 查尔斯·莱特勒向上级承认了他的恶作剧, 他被转移到了大西洋航线, 成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名二夫, 也是这次海难幸存下来最高阶位的船员。 海难发生时, 他带着左轮手枪上了甲板, 指挥救生艇救生任务。 他在救生时严格遵守父女儿童优先登陆救生艇的原则, 用他的左轮手枪把抢着登船的男士赶下救生艇。 泰坦尼克号沉默时, 查尔斯掉落到海水中, 爬上一条亲父的救生艇, 那条救生艇上大约有30名幸存者, 他平静地把这些幸存者组织起来, 企图把救生艇翻过来, 但最终没有成功。 他只能指示幸存者保持平衡。 这些人保持平衡了几个小时, 直到他们最终被前来营救的克尔巴坚号救起。 查尔斯是所有幸存者中最后一个被救上克尔巴坚号船的, 充分体现他身世风度。 后来, 他在《基督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称赞他对神圣力量的信念, 并得出结论, 有了上帝, 一切皆有可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查尔斯在英国皇家海军不同的舰艇上担任舰长, 在对待德国潜艇时, 他的身世风度变成了铁血骑士风采, 命令他的士兵用机枪扫射落水的德国水兵, 用查尔斯的话说, 要保持大海的纯洁。 一战结束后, 他在舰长的职位上退休。 本来, 查尔斯的故事也该到此为止了, 但是传奇人物就是传奇人物。 在1929年, 他自己买了一条名为桑道尼尔的小船, 供自己自娱自乐。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他的一个儿子是皇家空军飞行员, 曾经告诉他, 飞行员是怎样在高空瞄准海上舰船, 并对他们攻击的。 作为海军出身的他, 牢记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在敦克尔克大撤退电影中看到的Mr. Dawson, 在德国空军向他投弹时, 直到最后一秒, 瞬间一闪, 炸弹落在船的右舰。 敦克尔克大撤退电影中的Mr. Dawson, 原型就是我们这位传奇的查尔斯·莱特勒。 桑道尼尔是一艘只允许载有21名乘客的小船, 在敦克尔克大撤退中, 却带回了127名军人。 查尔斯于1952年离世, 用一句话说, 老兵不死, 只是悄然隐去。 桑道尼尔还依然展示在拉姆斯·盖特海事博物馆里。 现在我们来到了曼丽海滩。 曼丽的名称就是Hermandeis, 是由新南维尔斯第一任总督阿瑟·菲利普命名的。 当时, 菲利普总督带领11艘船只来到悉尼时, 看到那个时候的土著人手持长毛, 站在岸边, 一副自信男子汉的模样。 他就用了曼丽湾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地方。 当时他讲, 他们自信和充满男子气概的举止, 促使我们用曼丽湾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个地方。 曼丽海滩 曼丽海滩呈半月形, 和旧金山湾区的半月湾形状很相似, 但温和宜人的气候, 以及金色细腻的沙滩, 比旧金山半月湾更吸引人。 而曼丽海滩附近商家的氛围有点像法国的尼斯, 更像迈阿密的南海滩。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种美食。 说到迈阿密, 这里倒是有一家叫做海明威的餐厅。 进去问了一下餐厅的工作人员, 得知老板是海明威的粉丝。 由于欣赏老人与海的冒险精神, 和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 所以在二楼的餐厅里, 放着许多海明威的著作。 这些摆设仿佛把我带回到了海明威 在Key West的故居。 在曼丽这家海明威餐厅的官网上, 明确地写着, 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其实, 我们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她的故居就在我们住的城堡山。 届时, 我会在城堡山的视频中来介绍本地的大文豪。 我们的午餐在一家叫做哈瓦那餐厅解决, 点了当地典型的餐食, 炸鱼薯条和海鲜拼盘。 我在用餐时, 一直在想, 这里怎么会有一家餐厅叫哈瓦那, 和总督阿瑟菲利普年轻时 参加的围剿哈瓦那有什么联系呢? 有关总督阿瑟菲利普的传奇, 我们会在另一集视频里再和大家细聊。 午餐后, 我们继续在曼丽的主街科索附近 体验曼丽的浪漫和惬意。 我们继续在一起。 看着游客喝着咖啡和啤酒 又使我感到这里 有点像意大利的索伦托 不过 曼丽就是曼丽 它的白云蓝天 清澈海水 金色沙滩 浪漫休闲 是其他海滩无法比拟的 记得曾看了过一篇博客说 一对比利时的旅游达人夫妇 在游历了众多国家后 到达曼丽生活了五个月 才得出结论 与全世界其他海滨小镇相比 曼丽会是最名列前茅的那个 说实话 我也有些佩服这对夫妇了 因为曼丽是不需要在这里 生活五个月后 才有这样的结论的 当你一旦踏上曼丽湾 你就会深深地爱上这个小镇 当你离开时 你将无法抵御再度归来的欲望 曼丽才是真正体现了 澳大利亚孟之港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